全红残被网爆 为葛优签名 为起身 躺着与其合影 遭网友批评呀 没礼貌 到底怎么回事呢 今天看一下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全红残呢 在巴黎奥运会上拥夺两枚金牌 成为了我国奥运历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 可以说呀 光芒伴丈 然而这位年轻的奥运冠军呢 却似乎总是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 近日呢 全红残出现在了电影《刺猬北京首映》里的这个现场 这一意外的亮相呀 也引起了众多的关注 原本是一场欢乐的互动 却因为一些细节被部分网友批评了 在电影结束之后呢 全红残被邀请到后台 葛优化身为小迷弟 向他要签名 这本是一个温馨的画面 却因为全红残躺着给葛优签名 以及合影时候为起身 这些呢 被网友指责没礼貌 他们认为 合友作为前辈 全红残应该更加尊重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呀 全红残年纪还小 性格大大利利的 不存在不尊重的问题 对于这件事情呢 咱们也应该理性来看待 全红残作为一名年轻的运动员 他的主要经历呢 都是放在训练和比赛中的 可能在一些社交场合的表现不够完美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没有礼貌 或者是不尊重前辈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特点 全红残的直率和群真也许在某些场合被误解 但是这并不应该成为他被攻击的一个理由 而且呢 我们也不能仅仅因为一个瞬间的行为 就对一个人下定论 全红残在体育赛场上的拼搏和努力 他为国家赢得了荣誉 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问题 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 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跳水队的实力 他的每一次跳水都是对自己的挑战 都是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那全红残的成功呢 当然也并非偶然呀 他从小呢 也就展现出了对跳水的热爱和天赋 经过艰苦的训练 才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就 那他在训练场上浮出来的汗水和努力 是咱们常人都难以想象的 他放弃了很多同龄人拥有的快乐时光 选择了一份充满挑战的道路 这一份执着和勇气就值得咱们每一个人敬佩的 然而呢 没有办法 人红是非多 自巴黎奥运会以来 全红残呢 就争议不断 此前呢 有记者公然称其疯疯癫癫 引起了网友的强烈不满 世间的起因呢 在于女子双人十米台比赛夺冠之后 接受外国媒体采访 全国家因为英语水平不高 通过手势回应问题 这本是一个可爱的举动 却被某爆的体育记者 在直播中批评为疯癫癫癫 还爱指呢 他没读书 缺少文化修养 这种语言论呢 不仅不专业 更是对全红残极大的伤害 那幸运的是呢 该记者所在的单位也是迅速做出处理 发布声明表示 将依法依纪严肃处理相关负责人 样是名嘴董倩呢 在采访完全红残之后 盛赞他是一个高情商 高智商的小孩 有力地回击了那一些质疑的声音 全红残在接受采访时的表现也让人印象深刻 他朴实真诚 没有沾沾自己的傲气 他表示呢 金牌谁拿不重要 但要确保是咱中国的 还心疼自己的搭档陈雨昕 这种团队精神和爱国情怀呀 是让人感动的 在这样一个年纪 大多数孩子还在享受青春的快乐 而全红残却在训练场上与时间赛跑 为梦想拼搏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对完美的追求 每一次入水都是对梦想的告白 我们也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是理解和支持 而不是无端的指责和批评 体育赛事中呢 运动员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不仅要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的水平 还要面对外界的各种批评 我们作为观众呢 也应该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来看待他们的表现 对于全红残这样的年轻运动员 我们更应该给予鼓励和关爱的 让他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和进步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事情呢 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 如果说您有想表达的 可以在留言区一起分享的 咱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